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思考 关于跟什么做连结 神要我们跟祂做连结的时候 就能够活在生命树里面 反之不再跟神做连结的 其他就是在是非三恶树里面 我就在想说 不跟神做连结的总论叫什么 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个 我大概这样想 就是跟神祂是真理真实 跟真实做连结的 祂会活在一个生命树底下 反之真实的相反就是虚假 跟虚假 虚假代表很多 虚假大概从 如果从这个章节十二章 我看到了里面有一个恐惧 他的虚假 法利塞人他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 这个为善想要让人家觉得他是好的 这个假冒的意思就是一个虚假 也就是说当今天十二章来看 他说几万人聚集 几万人他们是要拥挤 拥挤 可是却彼此践踏 也就是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想要找到 我们都想要有一个连结 我们都想要有价值感 我们想要夺取 其实我们都想要耶稣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里面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 那个耶稣是源头 都不知道怎么跟耶稣连结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想要真 想要连结的一个过程里面 可是却怎样 彼此践踏 在一个不知情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互相冒犯 我们也不晓得 彼此践踏 这个过程 神却第一个宣跟门徒说 也就是神常常说的是跟门徒 神很在意门徒 也就是我们 就是他的门徒 我们这一群认识他的人 神很渴望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来跟他连结 神很渴望 因为透过我们 其他的人就会知道 神对门徒说要防备 也就是说我们不在虚假的里面 要怎么样 是要防备的 因为这个孝我们很容易沾染 我们容易在这个生活的当中 容易沾染这个孝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自己在月儿的养育里 我觉得什么最迷人 这世界什么最迷人 真实最迷人 真实 也就是因为太多的虚假的东西 也唯有真实能够触动人 所以我们常常在分享见证 然后见证就会 见证的破碎 就会真正的来触摸人的心 所以那个真实最容易触摸到人 可是在这个虚假 其实我们也常常在真实跟虚假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被冒犯的过程 到底我这个人要怎么回应 或者是说我在跟人的互动当中 在关系里面 我到底怎么做回应 或者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好 我们也很想成为一个好人 我们想要把好的一方面也呈现给别人 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给别人 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想要给人家好 我们也希望自己好 所以在这个为善 在这个善的里面 为善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为善的里面 却有时候却呈现了 我们有时候因为里面他讲到 你们不要 你们要怕 就是说什么 第四节说什么 不要怕他们 要怕的是谁 要怕的是我会不会得罪神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其实很多的惧怕 我们怕得罪人 所以我们不敢讲 我们怕别人看我们不好 我们就怕怎么样跟他互动 所以在这个怕 我们里面的怕 就让我们带着一些虚假的 不敢讲也好 所以很多时候就在暗中讲 或者是就不讲 像我 像我在最近的医治被处理的 我很多东西就是讲不出来 就不讲 就不讲其实他也是一个虚假 我自己在看我自己 你不讲 你不讲人家怎么知道 我就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我怎么样在每一天 学习活出真实 因为我发现 活出真实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比较容易躲在虚假的背后 比较舒服 比较习惯 所以我也挑战自己怎么活出真实 那我最近在事奉当中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在事奉当中 其实我有遇到 让我不知道状况到底是什么 但是对于我的心来讲 我知道我的心有点难过 就是说 我正视我的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以前我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我就正视我的心有一点难过的时候 我发现我最近有点突破的是 我会去找这个人来跟他问一下你 那时候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吗 在这个过程是这样吗 或者是我想的是这样 你讲的是这样吗 就是说有时候别人表达出来的 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因为我的过去的经验里面 也许我所接受的会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的心会有一个感觉 但是我的感觉我需要跟对方 有一些check的时候 他也能够了解我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想的是什么 我也能够了解 原来他那时候只是想表达什么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互动当中 我觉得就有一个勇敢 虽然会怕 要去跟人家讲的时候会害怕 但是有一个突破的时候 那个就会有 就是勇敢 那个勇敢的心会让自己很开心 很快乐 然后也会真正了解对方 然后当中的这个 这个误会也会除掉 所以我很感谢神 就是说 神在我们当中 就是神在月儿当中 就是教导我们 神透过牧师师母 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真实 怎么样的 活出一个真门徒 真实的 这个门徒 里面怎么样呈现出真实 这个真实 反而可以来吸引人来认识耶稣 我要分享22到32节 我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 我想这是我们常提到的 一段圣经 但是我们人老是要为自己积攒财宝 所以在前面讲到 我们无知的人 今夜你要 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的 却不富足 我特别讲到神的国 神的国 不是未来将来事 神的国是现在 一直到永远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活在现在 当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 我每一天 我的婚姻关系 我的财务 我的工作 我的侍奉 都在邀请神在我里面 所以神的国 神的国是很真实的 所以要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不是只是天天跪在那里祷告 先求神的国 不是只是一直服侍 先求神的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每一件当中 每一件事里面 神你来掌权 所以先求 我的婚姻关系 主啊 你来掌权 我在婚姻关系 我要怎样学习 这也在神的国里面 我的财务 我要怎样的分配 我的财务 当怎样使用 这也是神的国 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 所以当我们做什么事 我的财务要怎样 主啊 我先求你的国 以至于你知道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 都要加给你们 这些东西 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 不是只是每一天跪着祷告 每一天服侍 而是在每一天 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让他的国掌权 让他的国降临 在我每一天 每一件事的生活当中 以至于我可以经历到 什么叫做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 这是我们在事奉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不然我们里面 所求的 神没有掌权 你所求 所赚的 所累积的 你还是会担心 会被虫子咬 到底我所累积的 我所努力的 是不是就没有 但当我知道 这是神的国度 当我求 他的国度的时候 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神你掌权的时候 我就不担心 这件事情 到底未来会怎样 因为它一定 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些圣经 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要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神都早已预备 有一个弟兄 他是做旅行社 那他信主之后呢 有一次他在茶水间 听到他的员工 两个在对话 我们这个老板 现在信主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 以前脾气坏透了 他员工 如果那个文件没有弄 他就从办公室这样 扔出来 这一次我们老板 信主是真的还假 玩真的还玩假 他在旁边听到员工的对话 他很难过 难道我要改好 也不行吗 他就很难过 然后他妻子就跟他分享 你知道你的过去是怎样吗 所以他现在 他不断追求 其实他很忙 他常常带队 但是他有很多的服侍 牧养 还有聚会 他参加 他就把神的国 神的义 放在前面 然后 他员工从五六个 他说十五年来 就是五六个 五六个 那这五年呢 信主开始服侍 然后参与很多在教会的牧养服侍 当神从五六个 加增到八个 十个 现在已经到二十八个员工 等于业务扩展 你业务没有扩展 你没有办法增加 从五六到二十八个 他分享出来就很真实地震撼我们 说神正在使用这些职场的使徒们 他们过去 因为这些都是打拼出来的 从零开始打拼 创业打拼到现在 他说我十五年 他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的公司 十五年左右都维持五六个 表示业务没有扩展 所以才五六个 现在神当我开始求祂的国 祂的义 我开始参与在服侍 在当中的时候 神很自然让我加添 从员工五六个 现在到二十八个 这是倍增 倍增 四倍五倍这样倍增 他很感谢神 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叫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他就发现他更多参与在服侍当中 但他的公司的业务却蒸蒸日上 但是我要讲的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因此耶稣说不要惧怕 因为这是跟世界是违背的 所以后面有一段 我来不是叫世界和平的 很多东西是冲突 世界是先抢先夺 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但神的国度是先求 祂的国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 一无所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